哈喽的教训 那在前天呢 我朋友传了一个四封院夜仪 剑队打父亲大人的影片给我看 那我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 所以我昨天刷了一下果 今天就来试看看 那四封院夜仪啊 他是2019年的时候 死神第一弹合作时出来的角色 那当时他就已经靠着他的SS 打出了惊天动地的表现 直到现在呢 他的SS仍然是表现最好的SS之一哦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 到底用舰队实际的感觉是怎么样吧 我们一起来看看 OK那我的队伍呢 就是长这个样子 果实方面我还是刷好刷满的啦 因为虽然前面有说啊 他的SS是非常强的 但是呢在没有SS的时候 他的表现其实也不怎么样啦 那多不怎么样呢 大概就跟这个风魔小太狼差不多的程度 这样子你就知道了 然后再来就是我也赛了这个运击奖励的开场全跳SS 其实这不是必要的 你有两种方法可以不用 运击奖励也可以打 那一种方法就是像我朋友传给我的影片 他带的是十字自由 那十字自由的话呢 你可以在第二关把王麻痹住 这样子你就有非常多时间可以对王输出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2P的夜衣上速必杀啦 然后第一关5回合再带走 这样子呢在第二关的最后一回合 你就可以开到夜衣的SS 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不过呢我评估之后 我决定直接赛运几奖励啦 这样是最舒服的 因为我也不想为了这个去帮夜衣上速必杀 能多上加级就多上加级 OK好那这边呢 右上的这个小怪啊也剩CDE了 要赶快把他带走 不然就会我们被炸死哦 OK这边就进入第二关 好那第二关呢 对夜衣来说算是鬼门关之一啦 甚至我可以说是整关最难的地方 原因是因为如果你没有开场全跳的话呢 通常这边SS是还没有跳的 那还没有跳的话输出就很秒嘛 那你要嘛靠前面说的 靠这个十字自由 或者是呢你靠这个夜衣装速必杀去解决 如果过了这关 基本上你可以宣布过了可能一半 甚至是三分之二 好那这边三批的位置呢 实在是不太好 所以我就随便动了一下 他的位置基本上是一定清不掉这一组的 好所以就交给四批 好那四批的话呢就 这个样子应该 好可是 我好像没有秒好 导致后续的攻击没有打在弱点上面 而打不穿 好那这边呢 我们就应该可以带走了 撞一个这个征服壁 然后杀掉软软 再把这个机器人给杀掉 OK小怪清完了 那因为我们这边有运机奖励嘛 这边SS都还有 所以呢第二关的输出就是完全没有问题 那这边呢就可以开SS了 我决定2批开SS啦 因为2批有文章 他的输出会高一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他的SS就是这样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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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这个超低的减速率啊 OK你看刷了5亿5亿 OK可以6亿吗 啊5亿9千万也快6亿了哦 差一点 你看王已经快死了 OK那这边呢 左上右下两颗球都已经变CD1了 我们就把他的血条打掉 好然后顺便再打王一波 OK像这个样子 你看没有SS的输出 真的差很多吧 啊这边呢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把王带走了 这边就瞄了一个角度 然而 啊 居然没有瞄好 所以就没有带走 虽然把球的血条全打掉了啦 不过其实这根本就不重要 因为他如果直接刷王的话 王也会直接被带走的 好那没关系 1批带走就可以 如果可以让2批这个顺轰 顺轰 顺轰的状态 进入这个第三关 去清小怪会非常有帮助 好那进入的第三关 我们这边2批有顺轰的状态嘛 那我们就可以横打 如果你看过刚刚的减速率的话呢 应该就对这个路线是没有意见的 你看 可以硬刷出一波伤害 那因为我这个3批 应该说2批啦 位置没有这么好 所以呢 没有刷死他们两个 如果是完全一条横线 横刷的话呢 真的可以直接把两只都刷死 好那这边呢 3批 因为我考量之后啊 我决定先清右边的 又刚好有导影线嘛 我想说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没有想到 有导影线我居然还15 真的是太废了 好也因为这个3批的重大失误呢 导致我们在这一关非常的惊险 好那这边呢 这4批就 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路线 就先往上打 OK 好先把这个上面的小怪打一波 现在3只小怪都残血了 那这边呢 我又陷入了思考 这边 这样子 OK 就 带走了 应该说带走球的血条 然后注意一下 上面的小怪呢 他头上的CD是1 我们如果不解决的话呢 等一下我们就会被炸死 所以呢我这边2批没有选择 我一定要上去清那一只小怪 好 这边顺利的把小怪给清掉 那剩下下面2只 同样的下面2只小怪呢 头上的CD也变1了 但是呢 正常情况我们很难去同时刷死这2只 所以我们这边只能忍痛开SS了 这都是因为刚刚3批的失误 如果没有失误可能就不用搅 好那没关系 我们就开3批的SS 再继续把这2只给刷死 OK 小怪关结束 进入王关 那王关的话呢 因为有一些地方我蛮紧张 所以我也想了很久 有些地方就会快转跳过啦 好那这边到达王关 这边呢我4批虽然有SS 但是我先不要开 原因是因为场上还没有商币啦 我想要等他这个场地上有商币的时候 我再来开SS 这样子就可以吃到超反商的1.3倍加成 那个输出会高很多 好接下来轮到1批 而且这个1批还有文章 然后再加上超反商的加持 这样子输出就会高很多 好我们这边呢 拉一个角度 然后就像我上一部自政武科的影片一样 你最后的目标是右边 向量币的大概中间的位置 这边OK 直接刷王刷王刷刷刷刷刷 可以吗刷死哦 刷死了吗刷死了吗 哇7亿1000万 王直接死欸超强的 OK非常好 你看这个 这是四星角的火力 你敢相信吗 那这边呢2批的位置 我老实说非常非常的不好 不管是青 左边那一组还是 右边那一组小怪都非常差 所以这边我也想了很久 但是最后 我们终于还是把答案看出来了 OK那我最后决定的就是这个角度 看看会不会成功 这个真的想了很久 好来看一下成果 就是这个角度 没错 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就是这样子 我们成功的把有雷射护罩的小怪清掉了 那接下来就剩下一组小怪了 也非常好清 因为我们3P刚好有这个顺轰的状态 有超低减速率的加持 我们就也可以用超小的角度去清 但是也不要太小 不然如果那个 撞到向量币的时候啊 没有刷到弱点就尴尬了 所以角度稍微大一点 好 就像这样子 把小怪都清完之后呢 就可以打王了 不过在打王之前呢 先注意一下王下面的那个球 他血条已经是1了 为了避免他把王的CD加速 我们先把他打掉 OK 反正他没SS状态的话 基本上打王也没什么输出 那不如去打球 OK那这边我们轮到1P了 一样吼 瞄个角度 好最后我决定赌一把 OK像这样子 OK刷到了刷到了 刷到了 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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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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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814000万 哇这个输出真的太爽了各位 好就进入尾王了 好那尾王的话呢 我怕版权炮啦 我一般都会放别的音乐 那这边呢一样吼 两只小怪还有一颗球 我们先把这个小怪给解决掉 但是这边居然失误了 有点尴尬 而且也因为这个失误呢 导致我们青小怪有点卡卡的 好这边呢3P位置有点尴尬 我们也想了一下 好最后决定这个样子 怎么感觉跟第三关那个角度有点像呢 会不会有失误呢 有点可怕 哦还好这次是成功了 虽然输出好像不是很高 但是至少有刷到弱点 好这边呢我4P就也直接开SS OK好这边就毫无悬念的把左上那只小怪给刷掉 然后等下1P呢再把下面的 右下的小怪也杀掉 然后我们就可以打王了 我们有两只 这个叶一进入顺轰状态的话 而且我们守护兽还有圣牛加持 理论上火力应该都是非常足够的 OK好非常好 两只小怪都清完了 就剩下王 好这边2P开SS 顺轰的状态 那这边呢 呃 这样子 稍微摊一点 多摊一面墙壁 OK来 看一下成果 好来刷刷刷刷刷刷 开刷开刷 疯狂刷疯狂刷 就是这个样子 啊可以吗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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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5亿4千万 好 基本上 我们4P再加上圣牛的话 应该可以杀掉 因为我们可能轮不到下一个2P了 因为现在三个球啊都是CD1 我没有能力去把三只都清掉 那王的CD就会被加速嘛 这样子就轮不到下一次的2P了 OK所以我们这4P这一动一定要把它带走 最后开一下圣牛 好来吧 那我原本想说跟刚刚一样啦 就秒两面墙 但是我想说 呃不要这么贪好了 反正我们有圣牛加持 理论上呢直接 这样子 伤害应该也够的 非常好 来吧来吧来吧 直接刷刷刷刷 OK5亿2千万一样直接把王带走 其实我觉得没有很难 大概 其实比自正无课简单 我觉得 OK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那如果你有问题也是可以底下留言问我 那我是原 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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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